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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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架构相比于4.0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就是下面的这一堆是以前4.0的一个架构 5.0里面主要新增了有蓝色的部分 就是02,04,05,06 这就是今天有一个数字的顺序 这个数字就代表说一般我们在部署一套完整的RocketMQ的时候 我一般部署的顺序是怎么样 一般会宣布Nameserver 控制器 Broker 还有Proxy 然后再部生产消费 生产消费05代表的是TCP的生产消费 一般是指的是remoting协议的 就是我们之前4.0 4.x 产用的那些客户端 然后在06那边主要是一个GPC的客户端 GPC的客户端在代码商户里面叫RocketMQ Clients 多了一个附属S 中间会有每一条线上会代表说就是每一个组件跟另一个组件的通信的过程 包含说他们用的是什么协议 然后一般拨认用的是什么端口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Nameserver跟Broker之间 我们都知道Nameserver在起起来过后呢 然后它就会起一个监听的服务 然后第二步我们起Broker的时候 Broker会通过配置Nameserver的地址 然后把自己的信条信息上报给Nameserver 所以如果你布了组层的话 方便切组层 这里面主要是有一个 重点会讲一下主要是Proxy这一层 其实是 如果有了Proxy过后 5.0里面我们生产 4.0里面我们都知道 生产者通过Nameserver取路由 取到路由过后呢 知道我把消息发给哪个Broker 然后消费者也是一样的 在消费的时候呢 他先去Nameserver上取路由 取到路由过后呢 然后再去指定路由的Broker里面 把消息拉下来 然后再消费 5.0的时候呢 可能跟4.0会有一个差异 5.0的时候 因为客户端已经是GPC的客户端 GPC客户端相对于4.0的客户端 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 他就不再有路由信息了 就是他不持有路由信息 然后就是他的过程就是 GPC的客户端 会直接发一个RPC的请求 给Proxy 此时Proxy其实就有点 他就扮演了一个 原来Remoting Client的一个角色 他先去Nameserver上取 这个Totlic的路由 然后再决定说 这个Totlic的路由 这个Totlic的消息 发给了一个Broker 对 这是5.0的一个过程 好的 然后消费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消费的时候其实就是 其实本来也是POP的 然后他通过POP的 一个RT的请求 去GPC的请求Proxy Proxy这边 这边可能跟TCP的略有不一样 Document Proxy来访问Broker的时候 走的是POP的协议 POP的协议其实就是解了之前 PushConsumer的时候有一个会卡住的问题 我们也会讲一下 对 这边消费的时候走的其实跟原来PushConsumer 就越有不一样 然后第一个是架构 第二个是Proxy 其实我们可以大致的可以通过 分了层次可以看得出 其实Proxy也算是RockMQ 进行原生的第一次尝试 Proxy算是一个就是计算厂 处理了一些路由 然后还有客户端的一些连接 还有在Proxy里面还可以支持 如果你是GPC 还可以支持说 我可以帮你自动的renew 因为在POP里面会有一个 就是消息区区的这样一个逻辑 所以说在有Proxy过后呢 RockMQ的层次会分为三层 最上面一层是用户那一层 一般用户那边是生产和消费 第二层是Proxy层 Proxy层呢 通常我们现在把它称为计算层 计算层主要负责处理客户章的连接 处理一些消息的 比如说序期等等这一些逻辑 第三层称为存储层 其实这里面主要有两个 NameServer主要负责存 还是以前的NameServer 主要负责存一些语言数据 包含Topic的路由 还有就是Topic在一些broker上 然后第二个呢是Broker Broker跟以前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它就存了一些 就是那个真实的数据 包含消息 还有那个Consumer Queue 和那个Index等这些所以 所以在有了这一层过后呢 就是有了计算层过后呢 因为RockMQ Proxy它是一个 现在是一个无状态的形 有了计算层过后 然后其实优势体现的就比较明确了 其实就在语言上的话 在任何我们把用户层刨开不看的话 对于那个就是服务提供者而言 就是计算层跟存储层 其实就是可以按需的区域部署 也可以按需的收费 这样对于客户来讲的话 会更划算一些 它的优势其实也是很明显的 第一是存算分离 存算分离的好处 其实就是存储和计算的资源 都是可以完全按照就是 你用了多少 然后付多少钱就好 第二个是重客户端 因为那个新的RockMQ Proxy呢 是基于GRPC协议的 它是基于那个GRPC协议的 GRPC协议的话 我们都知道它可以直接通过 那个就是定义的文件 可以生成多个语言的客户端 包含像我们常用的像 Ci加 Python Go 这些客户端都可以 以前的remoting客户端呢 可能就是每一个语言 都需要自己去实现一遍 可能在很多其他的公司里面 如果公司自己用的话 比如跨越像Flink Spark 还有像比如说有音视频 这种领域的客户的话 大家都知道 就是大家用的客户端的版本 语言 技术战 差异是很大的 包含像C加加 C的Python的 PHP的 GoLong的 还有C-Shark Rask的各种各样的都有 而现在社区版本里面呢 就是remoting的客户端 其实在各个语言里面 其实功能并不对等 Java的是最完整 也是最稳定的 因为是用的最多的嘛 跟着普通商户走的 会最稳定一些 其他语言呢 或多或少 耍子跟Java 会有一些差距 但是有了Proxy过后呢 各个语言呢 客户端逻辑会非常简单 本质上就是一个RPC的客户端 RPC客户端 就因为简单机会说很稳定 就是一旦稳定下来 过后基本不用改代 对 对多语言的话就是 比如对于各种语言站 或者是技术站 使用Rocket.q的时候 都会比较方便 第三个是那个云上复杂性的收敛 其实本来有个图子 这里我简单介绍 云上的复杂性 可能对于 如果大家考虑到那个Doregid 或者是说在 就是比如说 如果大家有云上上 内部的一些经验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在以前没有Proxy的时候 没有Proxy的时候呢 这一套用户是直接看到 NameServer跟Broker 这就相当于说 因为NameServer跟Broker 一般是不在企业的 underlay的网络里面 其实把这个包入给外部的客户 其实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这个时候 网络上就要做隔离 网络做完隔离 后就要做网络打通 就会涉及到不同各种各样的客户端 各种各样的接入的形式 会访问到NameServer跟Broker里面 对 比如说有的是公网网 有的是VPC网网 有的是专线网网 可能还有的是多VPC网 或者是内部的客户 但是你同样一套东西 要提供多种类似的接入点的时候 你的网络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但是有了Proxy过后 这个事情变得简单 其实Proxy其实本 你可以 就当HDP这样处理一下就好了 用户只需要跟Proxy 做网络联通就可以了 任何的网络 其实一旦联通一次网络 就是下面这一堆 其实就属于underlay的一套 其实underlay一般的 在企业内部都是不通的 一般都是不通的 所以说没有网络问题 相比以前4.0 就是在云上的场景的话 就会使云上的复杂性更收敛 因为对内复杂 对外就简单 然后客户看起来简单 其实总体就简单了 其实后面我自己 就是关于现在的Proxy的能力而已 我自己其实对Proxy做了一些预测 我觉得它的功能和一些发展 现在其实比如说第一个 其实在我看来 现在Proxy的角色 其实如果你去Google 或者是纽约Channel GPT 说到Proxy可能会想到 4层代理 7层代理 或者3层代理 什么的 但是现在Proxy的能力 其实在我看来可能 还更倾向于是网关 那如果定义为网关 那它就有可能会承担 油量调度 然后灰度和Channel 石杆跟雅宾和智能通路的情况就一样 比如说我要做跨云的多佛 如果一个云的服务挂了 那我要想快速才切到另外一 那我就需要上层有一个调度的组件 能够把我的集群调度过去 第二个就是一般可能 我们就是在一般的发布迪代 比如说Broker有个Bug 我改了个Bug的时候 我需要灰度 就是灰度的话 就需要做叫做流量灰度 一般是按流量啊 按用户啊 这些都都可以 这种时候灰度策略 其实比如说我们用NX 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HP的符 我NX切个Mandu 或者是我切某个账号的 那个流量件 比较容易 我写个交流 但是其实在这种程度 在Rocket部分下面怎么办呢 其实我感觉可能Proxy 应该要承担这部分的责任 第三个是健全 其实对于内部而言 所谓的内部 就是指的是Rocket部分 自己内部 对内就是Proxy NimServer跟Broker 他们是一起的 对外客户是一起的 这两个是拆开的 但是其实对内 Proxy跟NimServer Broker之间 其实他们并不需要健全 因为健全还会有 性能许号 还比较麻烦 但是对于客户而言 我们希望每一个客户 都可以安全的 访问到我们的数据 那客户到Rocket Q之间 就是需要SEO的健全 因为我们防止 就是大家数据不串了 或者是说大家读到 该读的数据 给彼此造成一定的困扰 对 所以说未来有可能 Proxy还会支持健全 然后这一系列统进去 其实如果是未来会支持的话 可能Proxy就更像一个网关 对 所以它可能的能力 就会比现在更强大 好 然后 讲完那个Proxy以后 我们讲一下POP POP 其实是大家经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中午 我闪电影音的时候也讲过一个 就是比如说一个消费者卡住了 或者是用户不知道 很大就是不消费 用户也不清楚是卡住了 还是说业务有问题还是怎么样 高峰期 又不敢重启 一重启就怕rebalance rebalance就怕消息有延迟 对业务就会有影响 有时候用户经常会挑战你 重启的时候 如果核心链路受到影响 你能不能承担责任这个问题 对吧 可能就比较烦人一点 但是其实以前那个就是 泡泡的这种方式呢 都出现 其实就是为了解这样的问题 泡泡其实就是说 它一个泡泡consumer 每一个实力 假设有相同的消费者组 假设它有三个实力 起了三个进程 其实每一个进程 都可以消费到所有的队列 每个人在那队列的时候 都会加把数 然后下一个人的时候 再寻下一个Q 所以说有了这种模型 而push的时候 我们知道不是的 它是一旦分配确定好 那比如说 如果这个是push consumer 3 它确定消费说 后面两个的话 在remanage之前 它就只能消费这个 如果它卡住了 或者是发生了不明状况 导致它不消费了的时候 特别是高峰期的时候 可能重启就会给大家很大的 就是很大的困难 容易造成消息的延迟 特别是一些 比如说金融场景 对于时间比较敏感的这种 特别是交易 因为交易你可能慢一秒钟 就可能差好多钱 对吧 因为还有可能是交易有很多比 所以说慢一秒钟 就意味着说 付出的成本是不可估量的 下面 下面这边好像挡住了 下面这个主要是想说就是 pop的时候它也会处理 pop状态的时候 它也跟正常的push 上面一样 它也有一个retry的机制 只是它的retry的机制 跟以前略有不一样 这个地方呢 其实算是一个百分比 就是在所有pop在拉消息的时候 会有一定概率 可以拉得到从事的消息 这个概率是怎么算出来呢 这边就有一个伟代 就是通过一个随机数算出来 我什么时候可以拉得到 pop的从事消息 这个我们就不细计看 到时候其实pp会放出来 这个图呢就代表了说 pop消费的一个 就是在broker端拉消息的过程 还有就是ack的过程 我简单讲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呢 pop的话 我们以那个proxy为起点 就是grp的客户端 发一个grp请求 到proxy上面的时候呢 proxy会向broker 发一个pop的请求 pop请求过后呢 broker干的第一件事情 会是把那个broker 他会先计算一下 就是你拉的是哪个Q 然后把这个Q锁住 锁住过后呢 其他的pop客户端 pop的实力 就不会拉到这个Q了 然后锁住过后呢 再通过计算 去内存里面 查找当前的消费未点 然后决定说 我要从哪一个位点 开始pop这个Q的消息 一旦确定过后呢 就从commit error 里面去拉消息 然后拉完消息过后呢 会写一个checkpoint 对这个是 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 就是这个checkpoint 指的是说 它主要是标记 我这一次pop 拉了哪一些位点的消息 他会把它记下来 因为这些记下来 以后ack的时候会用 他拉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呢 拉完消息过后呢 这些消息就会进入一个不可见的时间 不可见的时间就是说 其他人如果我的Q释放了 其他人来拉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就会从我拉到的最后一条消息的下一条 开始拉 因为我拉到的这批消息就进入不可见的时间 然后他写完checkpoint过后呢 然后他写完checkpoint过后呢 然后就会释放这个Q 然后就把这个拉到的消息 包装一下 那个proxy proxy就通过jpc 就是那个回调 就给客户端 客户端那边就拿到消息了 这个是一个pop的过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pop的过程跟那个 其实跟push还是有点像的 它重点在于说 我要锁Q 一旦锁完过后 那一旦锁完 我们回过头来看push的那种情况 如果一旦锁完的 一旦锁Q释放完 那就意味着说 其他的pop consumer实力 也可以拉这个Q 那就意味着说 如果之前拉这个Q的pop实力 就是像push一样 烦住了 或者是不明情况 反正就不消费了 那其他的人 可以帮他把他的消息 把这个Q的消息消费掉 就不会有烦住这种情况 在实际的场景 就是大家就不用再切消费者 或者说切生产者 对 第二个是ACK 就是我们假设客户端 消费完了 然后消费完了过后呢 它就会有一个ACK的过程 ACK呢 主要是其实分了两个大的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 就是它这边 不是生成了一个checkpoint吗 它在返回消息的时候 会从这个checkpoint里面 会生成一个消息巨饼 我们可以理解为 这个消息巨饼算是一个 就是消息的 就是ACK的时候的组件 它是有一堆 就是它有broker name 然后QID 会点这些拼起来的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 在ACK的时候呢 然后客户端就会把这个 具笔带上 带上了过后呢 然后会在内存里面进行自匹配 匹配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ACK一条消息 ACK一条消息 因为拉的时候 checkpoint 它是指的是说 一个checkpoint 会对应多条消息 你可能一次前拉一批嘛 然后你一条一条ACK 一个ACK 如果所有的ACK 完了过后 那就是说checkpoint的消息 跟ACK的消息匹配上了 那就意味着说 然后位点就进行持久化 如果你每ACK一条消息 如果是没有漏洞的 顺序ACK的 然后好 它的内存里面的位点 就往前走 所以说内存里面的位点 会实时往前面走 所以说每次在拉的时候 它会先去根据内存里面的 那个就是实时的位点去拉 也不会拉到重复的 原因就是这个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ACK的时候 花了很长时间 可能客户端在处理消息的时候 花了很长时间 正常的 比如大数据做一些调度的时候 然后再来ACK的时候 内存里面可能没有数据 其实没有数据过呢 如果没有做法 是它会把checkpoint的消息 就是持久化到一个topic里面 然后定时的去存放消费 然后再来一步的去匹配 这个是POP跟ACK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过程 然后代码呢 主要是在POPMessageProcessor里面 还有一个是POPBubbleMerge Service 之所以叫Merge Service 就是说它会把ACK跟CK消息 进行一次匹配 匹配过后看你 就是是不是所有的消息 都ACK完了 然后再来把消费未典的进入 往前推 好 相比于POP而言呢 就是 相比于PUSH而言 POP简单就是 就是个GRPC客户端 就很简单 简单就意味着 者可以快速的稳定 稳定就意味着可靠 基本的不用更新 第二个是无状态 无状态的话它就 无状态其实 比如说切换 更换升级就比较容易 然后第三个是 利用了GRPC多语言的一个生态 在生存多语言客户端的上面呢 大家的逻辑可以比较齐着 就不会有逻辑上的差异 就是你有哪一别的客户端 逻辑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对 不会出现差异 第二 然后有两个思考性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POP客户端 会比较简单 为什么会比较简单 当然嘛 因为它是基于GRPC的 相对来说会更简单 但是如果我们基于 GDP的这种常用的 可能跟GRPC也是类似的 无状态的请求 都 客户端都会比较简单 这样容易稳定 稳定 就意味着说 我不用花特别大的时间 去推用户升级 可能我有两千个研发 或者两千个项目 要推它其实难度比较大 第二个 其实可以试快一下 就是说 POP是不是可以提换POOL 接到Flink呢 像这种Flink的流行平台 因为现在在4.x里面 除了POP这种消费的话 还有POOL LightPOOL POOL 主要还有POOL跟LightPOOL 其实POOL模型主要是针对于 就像LightPOOL模型一样 所以主要是针对像Flink里面 它可以 就是Flink里面 它需要自己去管理checkpoint 因为它的checkpoint 我可以外置存在 RoxDB或者是其他外存里面 所以说在流行平台里面 它需要明确地掌控 每一个存储的 就是位点在哪里 对 所以说用POOL的方式 OK 在我看来可能不太行 因为POP的客户端的时候 它没有位点 POP不知道位点在哪里 所有的位点在Proxy上面 或者是在Brother上面 对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 就是要看Flink就怎么结合了 我们可以通过看到卡夫卡跟Flink 或者是说Flink跟Rocumic 4.0 那些结合上来看 其实比如像卡夫卡 它通过assign的数 然后明确分配了说 我哪个分区 给到消费者去消费 消费了过后 我保存消费进度这种 因为POP里面的话 POP客户端没有进度 它只知道 就是拉拉拉拉就好 有我就拉得到 没有我就拉得到 但是我消费到哪一个呢 不清楚 客户端没有这个数据 所以说可能POP 还不太好 可能Flink这种品牌做结合 但是这两个问题 是我自己思考的 大家参考一下 第三个Rocumic 5.0里面 其实是定时消息 在定时消息之前 我们先复一下延迟消息 延迟消息 在4.x里面 我们都知道延迟消息 其实是通过一个 就是一个固定的Topic 叫ScheduleTopic XXX 来有16个堆列 然后每个堆列是一个 就是延迟级别 然后对应一个Timer 然后定时的去触发 每一个Timer 定时的去执行 然后就可以定时的触发 每一个级别的延迟消息 这样的话 就是每一个延迟消息 触发完之后呢 新起一个新的Timer 进行下一步 大致的过程是这样的 所以说 我说的是Moran的情况 所以说Moran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会配 就是有16个嘛 所以说在Schedule 就破一个XXX里面嘛 会有16个 就是最多支持16种 就是 经常会有人会问嘛 如果我支持很多 比如100个信息 可以的 只是说100个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种是 100个的话 第一远数据会比较大 第二就是它一步的线路 会很多 然后其实对于系统的负担 会变得很大 如果特别多的时候 系统的负担 可能比你前面要大很多 可能会影响整体的一个 抵定性 就是Timer就是说 如果 就是这个延迟级别的消息 如果出发了 然后呢 Timer里面就会有一个report的服务 就会把这个消息 重新report到 正常的Tobig里面 然后用户就消费到了 对 这是以前 4.X的延迟消息的一个 大致的过程 然后在5.0里面呢 就是5.0支持了一个 任意维度的一个定时消息 就是那个延迟消息 跟定时消息 还是不一样的 这里面呢 我们称为Timer的Message 就是一个定时消息 定时消息呢 就是5.0里面 是通过时间轮来实现 我先介绍一下 时间轮 第一 就是时间轮主要指的 就是这一块 就是这一块时间轮 这一块 指的是这一块和这一块 我们先介绍这个大的 一个时间轮 这个大的时间轮呢 主要包含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这些小格子 在5.0里面 拨认每个小格子 代表一秒 然后还有一个 是当前时间 这个当前时间 就是它模的 就是始终在往前推进 然后一旦推进到 比如说 我从起起来那一刻 假设我算第零秒 我过了一秒 我算一秒 过第二秒 我算第二秒 这个时候我开始发延迟消息 然后这个就是每一个延迟消息 都延迟时间 就对应这个小格子当中的某一格 其实某一格 其实也是一种 就是一个定时的精度 比如说我支持 毫秒级的定时 还是秒级的定时 其实默认的话 是支持的是一秒钟 精度是一秒钟 然后在5里面 罗克米克5里面的话 默认是有 我没记错的话 一个是有1024个格子 总共是48个小时 大家可以算一下 有多少个格子 总共是 默认是48个小时 这个是一个格子 这其实就是一个时间轮 然后有一根指针 指针会模拟时钟往前推进 好 这个是 这就是一个时间轮 然后对应的时间轮 后面呢 每一个格子呢 被称为slot 每一个格子被称为slot 然后就对应的是一个定时消息的一个出发 然后每一个格子 它对应的又有一个 其实 其实这边是对应的一个链表 这个链表就是对应的说 假设是第5秒这个slot 对应出来半大的话 它的解释就是这样 它对应的说 第5秒的时候 然后 它第5秒这边对应了一个链表 这个链表里面对应了 定时时间是5秒过后的所有的定时消息 然后它通过一个 就像指针一样 比如说这边其实是存放了一个 就是5秒钟那个定时消息的一个指针 这个指针会指向这个链表的一个尾部 然后比如说它从这边指向这个的话 然后 这里面的每一个格子代表的是一条消息 这个消息 每一条消息会存它上一条消息的一个指针 这样的话 假设时钟走到第5秒的时候 它出发的过程就是 时钟再往前推 推到这边推到第5秒的时候 发现有定时消息 然后它就去根据这里面的指针 去找这边的一条 最后的一条延迟消息 找到过后 再根据指针去找 5秒钟到底有哪些延迟消息 这边是一个Commit Log 是一个就是Timer的Commit Log Timer的Commit Log跟 跟我们正常的那个Commit Log 其实是一样的 是顺序存的 所以说它这里面 当它发现5秒钟的时候 它是通过一个指针来 把就是第5秒时 所有的定时消息把它串起来 我找到第1条 我就是能找到第2条 就能找到第3条 就能找到第4条 进而把所有的都找到完 然后再把它触发出来 就是找到了这个过后呢 就有一个那个DQ Proof Message 的一个服务 会把它 其实就跟之前的 那个提示消息一样 会把它重新report到 用户的topic里 用户就发现了 就是时间轮模型 其实大家Google 或者百度搜一下 是比较长的一种模型 它的好处就是说 我有了时间轮过后呢 第一 我可以支持 就是支持的那个 定时的范围会比较大 就相比于以前的那种模式 就是说 这种模型 相比于以前的 它的性能会更好 并且支持的那个 活动更大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可能需要再考虑一下 就是我最多48小时 假设我定了一个 49个小时的时候 它怎么办呢 其实49个小时就相当于 我第一圈已经走完了 我走到第二圈 我继续下一个周期 对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在中间然后画了一些服务 这些服务 其实就代表说 它们之间消息的一个扭转 是通过一些一波的 现场池来做扭转的 就是比如说一个正常的消息过来过后 它会先进到一个Timer的Topic里面 然后这个Topic呢 会被就是一步的转化为时间轮 然后再一步的根据这个时间轮 会生成这个时间轮的Timer Log 然后这两个在那个 它都是一个具体的文件 我们都可以看到它 就在那个代码里面 都会有个具体的数据结构 然后呢 再由一个触发器 就是有一个时钟服务 当我把时间往前推 推到哪个地方 然后判断它有没有定时消息 就根据这个定时的Slot里面的指针 去找它对应的那个链标里面的 所有的定时消息 再把它触发出来 那我继续往前讲 可能那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下来也可以再聊一下 对 因为有了任意定时消息过后 其实很多 比如像一些就是 我们比如像以前4.X支持 16个那种维度的那个延迟消息 就可以就是范围就可以变得更大了 然后呢性能也会变得更好 所以说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就是4.X支持 现在社区上的那个4.X版本不支持的 然后在我们那个通讯云上呢 我们自己也实现了一把 就是在4.X里面也实现了一把 就是根据时间轮的一个任意延迟为 这个消息 所以说那个通讯云上都是支持 社区的暂时没有支持 第二个就是说未到期的消息 可不可以取消 因为很多用户 很多用户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我想后悔了嘛 就是我第一次消息 我发过来了 我比如延迟一天过后处理 但是由于某些情况 我想把它撤销 OK 现在社区上不支持这个 对 现在还不支持撤销 好 下部期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把它撤销掉 就是我每次在时间轮转的时候 我重新解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过滤一下 这种 好 这是定时消息 好 前面的时间好像画的有点长 这边呢是就是4.8到5.0 这边的一些就是有 我挑了一个比较重要的 可能大家有的有听过 可能有的没有听过的一些特别 我简单说一下 第一个是delazer delazer就是组组器换的一个存储 它是一个第三方的Commit Logo 其RAFT的写意 多副本 第二个是delazerController 是5.0的一个组件 它是来控制和切换组组 对 然后第三个是request reply request reply其实就相当于 是一个rc的写意 就是生产消息 发完过后一定要得到消费者确认了 然后呢生产消息才会同步的往下进行 否则就hold住 就像APCI同步请求一样 第三个是growth container 嗯 其实刚刚那个 有一个讲 对 broker container其实就是说 在一个进程里面 你可以起多个broker实力 然后你可以多个进程互为准备 然后第三个是那个逻辑对裂 逻辑对裂同时相伴着有 静态topic和动态topic 其实我解释一下动态topic 大家就知道了 动态topic就跟我们今天的topic是一样 就是说我topic的对裂数 可以任意的根据broker的数量变化 比如说我现在有 有两个q分布在两个broker上 我先加了一个broker 就是三个q 好 所以就是一个正乱 还有一个静态的topic就是 有的时候是说 像flink这种平台 它不希望说 你的q数量经常变化 因为变化的话 它就要重新去订阅 因为它订阅是订阅的 固定的q的数量 如果你变化了 像flink kernel这种 你变化了过后 它的配置就要跟着你变化 所以它不希望 像mq这一场有变化 所以说静态topic就是说 它做了一场逻辑对裂 就是逻辑对裂数 对于一个topic也是不变的 但是每一个逻辑对裂 对应下面的真实的物理的对裂 是可以随时调整的 因为也都很坏 坏了过后就替换了 但是对于上层的 像kernel 就是那个 就是同步MySQL kernel 就是阿里开发的那个kernel 然后还有像flink这种呢 其实它如果实际上topic 对它们而言 如果你下层一个节点坏了 或者是你想替换 或者想扩了 对于上层的flink 或者是kernel 就没有感知 也不用改 也不用改配置 然后第三个是那个 轻量级的q 就轻量级的q 其实主要是解决说 就是topic数太多了 然后原则比太大 然后轻量级的q 然后原则比变得更小 然后下面一个是一个compaction topic compaction topic 其实有点类似于想 其实想 更多的是针对于像计算品的 想存些状态 compaction topic 是基于kv的 它方便说 我们有一些状态 如果像普通的topic 跟Apple的Olin的话 我写快了 但是随机读的时候 会不方便 对 compaction topic 可以帮助我 mqtt 其实是一个LT的 一个 就是做LT设计 就是LT设计 就是物联网 大部分是基于mqtt 他们上来mqtt的协议 他们上来的 这种场景就是说 数百万的topic和q 或者数百万 数千万 甚至商议的一些设备连接 对 主要有这一个特性 下面 这个的话 就是5.0的客户 最后一个是OT OT 其实大家可能都有听过OT 就是open telemetry open telemetry 主要解释的是一个可观测性 就是它把集成了就是日制 metry 和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它把所有 哦 还有一个是tracing 就是link 这些通通的集成到一起 它也可以直接采集 promise exporter 5.0里面更多的是这个 因为其实现在设计里面 很多同学都问 比如说像 orbit里面是能不能直接采集 promise exporter 就是可以的 对 好 然后在上面呢 就是一些 介绍了就是一些新的特性 对 然后下面呢我简单 我过一下就是我们在那个 上云的时候的一些实践 嗯 第一个是那个容器化的实践 首先我们想解一下 就是容器化本质上是解释的问题的 所以容器化本质上是解了一个交付的问题 交付主要就是解 其实就是一个进程管理 进程管理就包含我进程的运行 我进程运行时 然后进程运行时 所需要的一些资源等等 其实就是KVS解的这些问题 本质上就是它帮你管进程 进程就跟数据库一样 有CRUD 有创建更新删除 这些操作 对 然后在容器化的时候 主要把握住这些 这几个方面怎么解 嗯 第一个是容器化的时候呢 它解决了一个 进程标准化的问题 因为只有标准化了以后 你才能批量的生产 嗯 然后标准化标准化哪些呢 第一个是进程和进程的生命周期 在KVS里面它定义了 它自主定义了一些 进程的一些 一个状态的过程 左边的那个图呢 是一般我们的进程的一个过程 右边是KVS抽象的一个 进程的一个状态 KVS讲究的是 就是最终一致 在一个状态 升级到另一个状态的时候 它保证是一直调度 一直到那个状态 达到物理状态 维持 不然就是一直发Element 嗯 第二个是进程管理 管理就是 我可能有几百上千 或者上万 或者几十万个进程 通过传统能的那种方式管 其实管起来会很麻烦 比如说我要一般用去Visor 或者是我自己写一个 进程的管理的插件或者组件 把它嵌到一个讯息上 或者嵌到我的容器里面 对 其实KVS做 它一旦就是 那个标准化进程过后呢 然后它就会 它标准化的一些管理的方式 都通过那个Manager来管理 第三个是那个资源隔离 主要是指的是CPU和内存 就通过一些系统的 比如说那个CPU 通过C Group 然后隔离那个CPU和内存 网络呢 通过命名空间 然后做隔离 做一些都做了一些 标准化的一些隔离 第三个是呢 它通过KVS这套东西呢 它可以非常简单和方便的实现 跨AZ或者是跨Region的教育 甚至只需要打一个Tag 或者是说打一个Label 或者是说加一个亲和性的策略 这个亲和性的策略 你也可以自己去实现 对 这种 就是容器化 就是现在干了个事情 嗯 就是右边的一个图 其实就是Cuprolet 就是Cuprolet的第一 就是KVS 对于那个进程状态的一个实现 就Cuprolet的实现 Cuprolet会帮你自动的把 就是一旦你一个进程 发起了起工过后 重新部署过后 它就会自动的把 这三个状态进行扭转 直到这个状态为最终态为止 好 第二个呢 是标准化了一些分发包 就是我进程 我在起起来的时候 我在管理之前 我肯定要先把它打包 打包后方便分发 分发给不同的 就是我可能会分发给 公用人 私有人 或者分发给其他的客户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比较标准化 因为标准化 才可能会量产 第一个就是进程的标准化 第二个是进程的运行环境 比如我进程运行环境 比如我进程运行环境 依不依赖SystemD 或者依不依赖哪个Label 或者依不依赖哪个SO 或者我Java的依赖JDK 对吧 像这些 其实这里面都主要分为两层 第一层是静态 其实是Image Image里面包含了 比如说有依赖的环境 比如说Java的是JDK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Java语言 比如有阿尔萨斯一些调试的工具 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是CIA加的 或者是Python 可能依赖一些Library 可能第三份的SO 或者点黑文件 这些我都可以 就是把它标准化做在Image里 Image是按照尝试区分的 如果你尝试 把多个Image把它拉下来 保存了一个物理文件 你把它解开 它是一个GZIP的文件 解开Google 你会发现它是有很多 就是一些分厂自存储的一些文件 对 它每一厂存了它不同的东西 最终都是给这个APP 提供了一个密线环境 然后第二个是一个动态 其实动态就是属于container的环境 就是一个1米体系 起一个实力就是成为一个container 这个container里面包含了 有container的器械 用的CPU 内存 和PVC 还有一些Config 是用ConfigMap做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Network 这些就是在进程起来 就是在进程起起来 过后呢 变成container的时候 然后我们计划的时候 帮你初始化了这个标准的环境 并且把它称之为container 它可以保证是 你在所有的地方 只要是KPS环境里面 而且都是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标准化运行环境 就是 只有了就是你标准化的进程 标准化的运行环境 和定义的进程 顺便周期过后呢 才可能做到标准化的进程 这时候你的扩容 缩辱运维才会更方便 对 就可以很快做到 如果你的进程 比如是过浪子进程 可能两秒钟就起起来了 这样的话你故障切换 就可以做到两秒钟 第三个就是 有标准化过后呢 会实现一个时候 你在比如说 进程本身的一些HA 或者是跨AZ 跨REGIN 在做部署 或者是做栽培的时候 就会变得更容易 如果我们现在要做一套 比如跨AZ 或者是跨REGIN的部署 其实如果是手工的话 会非常容易 你要打通网络 各种几八道的事情 然后第四个就是 一切标准化过后 当然KPAS已经做了 在这个的前提下 可以让我们的交付 更快更可靠 只要你的底座 是基于KPAS做的 你主要是大的信息 你没有改 那我的音笔 它到哪里 都可以吧 对 几乎可以忽略 就是底层的一些 运行式环境 当然也可能会有 当然肯定会有 就是不同的运行环境 比如Linux 的版本不一样 对KPAS的兼容不一样 可能有的APP 在不同的 或者是比如X86 或HAM的架构上 爬起来的情况 也有可能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定 就是如果定不同的平台 我定是定向的 其实对于每个平台 接下来都是最好的 但是最多也就 一个或者两个 好 融工计划 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 一个什么呢 标准化融工计划过后 其实我就可以瞬间 管理50万个进程 50万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可以让 那个 进程管理更简单 资源利用率也更高 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 老板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是融工计划 到底能不能降本增效 其实本质上降本和增效 是两个事情 同时呢 其实是不可能的 它只能是提高利用率 为什么说是提高利用率呢 这个重点水 以前我们的进程是散乱的 我混步的时候 其实我也很难确定说 我混步它就能达到 资源的最大量 所以说 就是这就代表进程 就是进程与进程之间 的空隙会很大 但是一旦KPS标准化过后 我的每一个进程 可以按需的去做资源申请 因为它用CPU 做CPU内容的隔离 这样 因为这些所有的资源 都在一个大的资源池里 一旦我在大的资源池里 就意味着说我可以按需去 真的是按需去申请 我的资源 比如我需要2和4级 不够我就生 就生到4和8级 那肯定是我能用得着的 对吧 假设你用不着 那如果你有钱 花那其实没关系 一般我们都要求说 尽可能让我们的CPU 保持在40%或者50%以上 比较这样的话 整体资源利用率更高 对大家都比较好 对吧 因为是在一个大的资源池 所以说整体的资源利用率 是变高的 所以它是可以提效的 但是本质上 本质上并不能降 为什么呢 这边我就引用一个 嗯 就是我之前跟一个 QPS的一个牛人 聊了一句话 他是那么说的 就是进程其实就是一个人 你在容器化之前 要持货多少 容器化之后 你还是要持货多少 就代表说你的消耗 不会变少 所以说你降本是不可能的 更大的是说 我提高资源池的利用率 好 然后容器化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哪一些呢 就是然后 腾讯云上的RocketMQ呢 是基于腾讯云上的一个 就是TKE Serverless 的一个 Survice的版本 就是落地的一个版本 腾讯云上有两款 就是容器化的平台 第一款是TKE 标准版 第二个是TKE的Serverless 但还有其他很多版本 我们主要调研的这两个版本 我们主要目前选择的是 TKE Serverless的版本 因为TKE Serverless版本呢 第一是很稳定和可靠的 就是经过TKE 标准化版本的演化过后呢 然后升级成为TKE Serverless Serverless版本呢 有很大的好处 其中有一个 其实有几个是我们比较看重的 第一个是 用户不需要再购买节点 来加到集训里面 我们都知道 K5S里面 如果我们用K5S上语 或者是做到容器化的时候 我们会买一些CPM 或者买一些ECS 然后把它加到K5S里面 帮我们做发货 发货的时候 调度到哪一些机器上 这些机器 我们给它打个标签 是在Region1 Region2 还是Region3 然后它是哪个ROM 是ROM1 ROM2 ROM3 这样的话我配一些 轻核性的策略 可以让它帮我跨AZ 跨Rating去部署 但是其实在TKE Serverless版本里面 不需要 不需要这些 因为这些Node 直接来自于大的资源池 你用的时候 你就付钱 你不用付钱 你不用付钱 对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买Node的话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 即使你不需要 但是你要时常备货 以免客户需要的时候 扩容的时候 你来不及 因为一般比如我们买这些机器 都是要花钱 都需要做内部省区 如果流量大的时候 再来省区 其中是来不及的 但是TKE Serverless版本 是不需要购买 也除了是货就行 因为资源池很大 对于个人来说 基本上是无限 第二个是 使用的资源 真正能够达到安量浮沛 就是你不需要购买节点 你不需要备货 就意味着说 你不需要压库存 不用担心你的库存 会清零的问题 因为你都没有库存 对吧 不是我需要的时候 我去发货 发完货 然后才会买节点 我不需要的时候就不会买节点 这里面根本就没有节点的概念 因为它所谓的Serverless版本 就是没有节点的 第三个就是 很简单 就是开箱使用 所有的操作啊 控制啊 直接在TKE Serverless的 控制台上就可以操作了 其实这 这几个是我们 比较看中的学习中 我们也选择了 TKE Serverless的版本 对 对 这下面其实我也说 第一个是 是不是需要背货 主要是背货的话 特别是对于比如说 一些公司区比较大的 你如果 比如说 那个P0的业务比较多的 那背货的 那个钱可能还比较多 对 所以背货使用 第二个是 安量复费 就是你安量复费过后呢 就不会存在CPU和 内存的浪费 除非是说我们评估的 就是没有那么好 或者是说 根据历史的流量 没有评估到位 因为大部分的 流量或者业务 都是有一些 周期性的变化 可能是比如说 两天变化 或者大部分是 按周变化 比如可能很多 产品它一般 可能周一高峰 或者是下班高峰 比如像外卖平台 一般都是下班高峰 中午高峰 对吧 可能在北京或者上海 可能有早高峰 为什么呢 因为会有早高峰接订单 要把早餐送到公司 门口 对 所以这些一般都是有流量 都是有流量的 就是周期性的变化 根据这些 然后如果 然后产品呢 能够支持弹性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 按量复费 不会浪费CPU和内存 然后第三个是 就是固定APP 就固定APP 主要是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都知道 POD每次在机械的时候 它的APP一般是会变化 对 一般是会变化 但是其实一旦会变化的话 对于我们 working query 就意味着说 要重新加到机器里面 用户就可能会重新发生 不改动的问题 所以这些其实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希望它APP是不变的 但PKE Serverless的版本呢 它直接支持固定APP 就是你给它打个标签就好 它下层在做APP分配的时候 就可以给你分配到 就是同一个POD 可以给你分配到上一次APP 就不到那个别的 第四个是 就支持VPCCNN模式 CNN模式主要是跟 那个Global Router不是做对比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VPCCNNN模式呢 就是我把APP打平了 它跟我整个VPC的APP是一样的 我可以把它当做一台 就是我布了一个 假设我买了一个RokenQ 我在腾讯里面买了一个RokenQ 它有三个节目 这三个 就是我买的这个G6点IP 其实就跟我在VPC里面的APP是一样的 它是打平的 你就不要关心说 你就不需要关心 KPAS有一个网关 我自己VPC里面有一个网关 到底有时候哪个网关是哪个网关 搞不清楚 不准备这个问题 对 它就是支持了VPCCNN模式 就比较方便了 好 复杂的网络呢 其实之前主要就是 龙计划主要 可能 云上主要解释这个问题 就是一般 其实跟客户相关的 为什么说复杂 是原因是 就是我同一套Roken里面的G群 我可能要提供给客户 可能他在 腾讯的VPC里面有一套服务 对吧 可能有多个VPC 然后可能他 他在公网上也会用 他需要开发调试 半个网环一套需要用 然后有的可能是内网客户 他也会用 然后还有可能 就是客户在做迁移 然后他的有些服务呢 可能在他们自己建的机房里面 或者是在其他的云上 一般是在自己的机房里面 那就是同一套集群 你既要 我们都知道 用户他一般访问的过程是这样的 他先访问Roken Ge群的时候 先从Nim Server上 去拉了一个路由信息 就是这边去拉路由信息 然后返回一个IPC列表 再通过这个IPC列表 去访问Roken Ge群 其实我们 复杂点在于这一点 同样一套集群 你可能会要提供多种类型的接入 并且这里面 就是这里面的网络 可能 所有的网络过来都是不通的 但是可能这边是通的 这边可能一般不通是通的 就是一般都是 一些企业的内部的网络 一般都是通的 但其他都是不同的 你都需要做网络的打通 但是同一个集群 怎么样打通网络策略 变化的时候 这些路由怎么更新 对 这个网络的关系成分非常大 下一个就是容器化的时候 有点细节的问题 第一个是配置一致性 Rocket我们都知道 Rocket的配置可以 通过AutoBin API改 我可以通过配置文件指定 但是在容器化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KMAS的标准做法是说 我的配置文件是通过Covic Map 去下发挂载到一个部落上 我要改的时候 你就改Covic Map 但是RocketQ你的部署来过 你同时也支持AutoBin API去改 但这个时候就问题了 你改的时候 你通过Covic Map改 改完了重启 还是通过AutoBin API改 一般都是通过AutoBin API改 避免重启 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跟Covic Map不一样 对 那就意味着说 你在做容器化的时候 在做配置下发的时候 这两个数据都要做到一致 就是以免下一次在真正的发布的时候 因为你发布的时候 它的配置会从Covic Map重新下发 重新生成文件挂载到Port里面 如果你通过AutoBin API改 可能就会被Covic Map下发的覆盖掉 所以这两个数据在容器化的时候 需要保证一致 就是需要处理一下 第二个问题就是 Port会挂一些PVC盘 就是要能够保存 就是Port在重启新重建的时候 它能挂到相同的一块PVC盘 这样的话它的配置和数据 都放在这个数据盘上 这样它再重启过后 它可以用上一次的状态 把自己清醒 对 不要说我重启过后 我挂PVC可能就挂到新的盘 这样的话我上市就可能会丢了 当然一般这种都是有底座支持 比如说像TKE Service的话 它原生是支持 只要你给它打一个标签 它在挂的时候 就会给你挂一块同样的牌 这意味着说 就是在云上 假设我有一个Broker挂了 那我可以很快地 在另一个地域 兴起一个Broker挂 相同的牌就可以了 所以说云上的恢复是比较快的 这也是标准的好说 第三个是工人员跟私有员可以兼顾 就是你能够计划的时候 比如我的YAML 或者是HELPCH 这些可能都是一份 只要你的底座是基于KPS的 其实这一套 工人员跟私有员都可以用得上 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样的话就是 我工人员跟私有员也可以 就是用一套 不用为多套 两套或者是多套 这是避免运为带来的一些更大的成本 最主要是说 工人员跟私有员的时候 当然因为主要是私有员 很复杂一点 私有员可能是物理机 有可能是ARM的机型 有可能是X86的机型 有可能是其他 各种各样不同的芯片和环境 其实这个时候只需要把 资源厂 资源厂就是 法文KPS那一场 做一场抽象 就是我发货可以发 可以发物理机 可以发虚拟机 也可以发KPS 可以发多个版本的KPS 其实在这一场如果做到抽象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是说 在这一场做统一抽象 然后下层可以适配到各个不同的KPS 然后各个不同的环境 对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做到工人员跟私有员 上层的管控逻辑可以一模一样 然后第四个 第四个其实是一个 语言上的一个老蛋 的问题 其实就是主要是说 我们打包的这些东西怎么去管理 一般 就是一般 比如说我们要发货一个东西的话 要不是Yammer 现在的情况 就是Yammer Helmchart或者Operator 然后这边有一个打分 然后就是Yammer Helmchart或者Operator 他们主要干的事情就三个 第一个是打包 就是我怎么样把进程打包形成移民 或者是说 然后我怎么样打我的 打分发包 打分发包就是我可以通过这个 自己把进程机器 第二个是帮助部署 第三个是帮助管理 管理包含版本管理 比如包含版本回退 或者是说往前 或者是我现在经历了几个版本 这些 主要是回退 通过这三个维度呢 我简单衡量了一下 Yammer跟Helmchart 还有Operator的几个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就是打包方面的话 Helmchart是比较擅长的 因为Helmchart 就像Docker Image一样 它是保存在仓库里 毕竟有多个版本 所以它天生对打包 其实就是满分之十的 然后第二个是部署 部署的话 Yammer、Helmchart的Operator 其实对于很多人 不是一样的 Yammer跟Helmchart 我都是执行一个命令就好了 比如你可不可以 Ctrl apply一下 或者说Helmchart install一下 就好了 然后Operator的话 然后一个命令 可能就搭个货了 对 其实这个都差不了了 然后在管理上呢 其实Yammer跟Helmchart 都差一点 管理上就包含说 我要重启进程 我要重启port 我要重启port里面的一个进程 其实Operator操作会更细腻 因为Operator是集成在 capacity里面的 所以它看到的东西 可能会比Helmchart 跟Yammer会更细 这里面呢 我自己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如果我们同时用 就是通过Helmchart 来做包管理 然后通过Operator 来进行运维交付 这样的话 两者结合在一起 会让我们的管理 会用为更方便 因为Helmchart可以明显地做到 就是那个 做到包管理 比如说版本往前往后 然后Operator呢 可以做到 进行化的一些运维 和交付甚至可以做一些Mertics 或者做一些探火 探针 评解 什么都可以 它就可以直接集成到一些 管理的平台上 通过FCI的方式 那就会更容易 但是Yammer或者是Helmchart呢 你要把它集成到平台上 就不办 它没有FCI 它没办法做FCI 你要做的话 就是你完全 就是你通过它 然后自己做一个 就是从你对 但是K8S里面 我们知道 Operator是一个 标准化的一个扩展 你只需要继续 Operator扩展 写你自己的Operator 还有一定的协议格式 或者是一定的 比如你做一个Operator 要实现哪些 实现哪些 实现Control 实现 就是一样 并且它在K8S里面 可管理 我知道K8S里面 过了多少个Operator 一下子就可以看到 因为它就跟其他的 对象是一样 好 然后在通讯上 第二个是分层存储的时间 分层存储 其实 做法都差不多 我先简单讲一下 这个图 这个图主要包含两块 第一块是Commit Log的 一个分发 第二个是分层存储的分发 Commit Log的分发 就跟我们常规是一样的 就是用户 然后发了一条消息 不写在Commit Log里面 通过两个 Ebo的Dispatcher 它会把它分发 构建生成 Consumer Queue的所有 还有就是 那个Hashi 也就是Index文件 对 这两个我们都知道 然后5.0里面 分层存储 它是怎么实现 其实它就是 先增加了一个 新的Dispatcher 也就是一个 它把 它写了一个 新的Dispatcher 注册到原来的 Dispatcher List 然后在 用户写进来过后呢 就会一步地 分发到一个 就是分层存储 到Commit Log里面 通过一步分发 分发到Commit Log里面 分发过来过后 这边的做法 跟这边其实是一样的 过程 这个Commit Log 会通过新的Dispatcher 把数据最终分发到 一个比如说 它里面也有 Index File 也有Consumer Queue 构建模式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些 Index File 或者Consumer Queue的底层 实际上是通过 那个 腾讯运的 那个对象层存储去实现 就是它会最终 把文件落到 这也是个一步分发的过程 这个一步分发 跟Commit Log的 这个一步分发 不同是一模一样的 有Consumer Queue 下面有 有分层存储的Commit Log 有分层存储的Consumer Queue 然后所以 然后下 这个是生产的时候 然后消费的时候 是怎么样呢 然后消费者进来 他会先去读数据 读数据首先会有一个管理 因为数据是在 对象存储里面的 我们都知道 对象存储的时候 我们写的时候 其实对象存储 对象存储 它自己实现的时候 前面会有一层SSD 所以你写的时候很快 但是你读的时候 它前面有一个缓存 因为你读的时候 可能就会比较慢 不知道你读到哪 所以前面会有一个缓存 缓存里面 如果消息读的条数 没有满的时候 它再会去通过 就是这边的读 读的方式 就是就跟原来 4.0的读的方式是一样的 会去通过 那个commit log的offset 就通过consumer queue里面 把就是那个 分层存储里面的 那个位点读出来 然后再去分层存储 的commit log里面读数据 就是一样 这个数据的话 其实就是它就会直接下来 读最多 它里面有代码上 层次上有两层时间 但是最终我们就认为 它就是从对象存储里面 把数据读出来 丢到这里 读的过程就是这样 主要的过程 其实还是一个dispatcher的过程 dispatcher和读取的过程 读取加了一次开始 其他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就是分层存储的过程 分层存储 有了分层存储过后 其实我们都知道 因为cost相当于是 价格比较低的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边 当作是一层反充层 我们可以做得很猛 就把价格都 对付来说价格也很低 然后这边的话 因为是大门上数据 在这个里面 价格也可以很低 所以整体来说5.0 就可以让对用户来说 的成本会降低很多 第一 就是我们自己实现的层存里面 就包含了一个topic TTL 就是topic的TTL 支持的是topic级别的TTL 不是我可以 分层存储里面 我可以设置 哪个topic的数据过期 可以单独的设置 然后社区版里面 现在支持的是 它跟原来一样 是支持整个 commit log的过期 就是在同学上 是支持 就是按照topic的力图的过期 第二个是 笼合数据的分级 存储 这个就是一样的 就是我的热的数据 还是在原来的commit log里面 我的热的数据 还是在原来的commit log里面 比如我这边 可以用SSD 对吧 剩下的分级存储的数据 大部分的可能 还是在对象层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 因为像对象存储 我们可以把它 真正的当作是 就是海量的 无限的存储 直接用就好 毕竟成本很低的 对 毫无故事的用就好 然后第三个是一个分布式线流 其实 当然云上的分布式线流 其实跟刚刚那个 和志文讲的可能是差不多 就是 实际上我们分布式线流 其实接了一个集中式的线流 我们现在5.0里面是说 因为 为什么5.0里面 会做一个线流 大部分是共享集群 是做线流的 原因是 就是我们共享集群的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 共享集群是多租户合理的 所以这就不讲 因为多租户之间 我们希望它们能够彼此被影响 我们因为用户买有大TPS 我们就让它用多大TPS 抄了呢 我们就给它线流 这样避免影响其他的人 当然实际上的时候 可能就抄了的时候 不够给客户发一些告证 然后又不知道 你被线流到里面 控制一下 可能会影响其他的人 然后在5.0里面 为什么会有线流 是因为 其实现在 就是那个 Rocamic Proxy里面 其实还是有点问题 Proxy现在虽然是有状态的 但是其实它还有一点 就是它没有办法 它还是有热点问题 热点问题就是 你哪个客户端 你连上这个Proxy 去生产消费 拉到消息 你在ICK的时候 你也准了ICK给它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为什么呢 是因为 你的那个 TickPoint 就是TickPoint的信息 只有它能识别 然后它识别过后 再会提到 不同的broker 所以说 本质上就是 如果某些Proxy上面 消息很多 那其他的Proxy 暂时还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帮它分担 暂时没有办法 帮它分担压力 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分布式的线流 这个分布式的线流 这个分布式的线流 其实就跟大家的 常用的策略是差不多的 后面有个集中的分布式线流的一个集群 然后它会定期的 把一些quota 下发到每一个Proxy的节点 对 每一个Proxy的节点 然后假设我们 因为租户 一个用户 它买了一个5.0的集群 其实并不确定 它会连到哪一个Proxy 对吧 我们要对它整体上的 制作一个全局的限制 全局或者部分 都是支持的 现在是说如果 后端我们 它买了过后 它就有一个quota的限制 quota的限制 可以通过后台的平台 可以自动组织到 那个Proxy里面 如果后端的 我们不服务挂了的话 一般就会离线生效 或者是直接 就是 就不限 因为用户肯定是 就是 首先不能印象用户 如果 几段的情况是后端怪了 那就是这两种情况 对 然后这边主要说了一个 就是 现在我给你的Proxy里面 就暂时还没有办法 就是完全能做到复杂讯 所以说 限制需要集中设管理 然后 就是 我们在做到限制里面 然后 对 我就主要讲一个 就是全局跟本地 如果全局里面 就是如果没有成效的话 然后他就会做离线的线 就是如果我的后端的服务挂了 其他的 哦 我这样再讲最后 最后 就是有一个优先级 就是因为 由于不同的客户 他们的场景 业务不一样 我们不给他分一个优先级 就是 不是所有大家的场景都一样 就是优先级 越高的呢 可能就是我们 就是容忍度 可能会更大 因为本身集讯上 是有buff的 对吧 首先保证的前提 是不影响 这个机器里面 所有客户的前提下 给他分一个 这样的话 可以尽可能让 每一个用户 受影响的 那个概率最小 好 未来的规划 未来的规划 我主要讲的 第一个是对于我自己的 因为第一呢 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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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做好 社区不到 对 让大家可以更多的知道 我可以 的一些新特性 还有包含一些 5.1的新特性 第二个呢 同时我也在公司里面 我能够尽我最大的 做好 就是社区和公司 之间的桥料 能够把 就是通讯云上的一些实践 甚至是代理 能够分享出来 对 对 那其他人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 就是这些可以 付用商的一些经验 避免走一些弯路 对于职业上 其实团队都是一样 而任何服务 稳定才是管道 对 不关键做 再说 稳定是第一的 客户不能受影响 第二个是用力加大 就是首先 你要认识是对的 因为 这个什么就是 你要去竞争去 解决它的需求 解决它的实际情况 然后去解决它的问题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 其实那个 设计上的 Roc in P5.0 都已经上线了 对 然后欢迎大家来试用 Roc in P5.0 对 然后其他对面 左边是一个那个 微信号 然后加5号 可以让大家进一下 右边是一个 社区的一个 对 然后大家可以 也可以加一下 就是有问题的话 我们都可以在群里面 进行沟通 好 进行 微信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